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的素颜丑照,看到第五章还爱她的,才是真爱粉。 肖战凭借帅气长相和超凡演技,俨然已经跻身一线流量男星行列。 陈情令后许多粉丝至今没有出坑。 她和王一博的CP,也成功取代了白宇佳朱一龙的老CP,成为粉丝科的新一代CP。 不过,近日有很多肖战的素颜生活照流露在网络,很多粉丝看了男神的生活照。 觉得太过接地气,瞬间男神感破灭。 表示陆转粉。 亦选了几组具有代表性的,看一下你看到第几张才会脱粉,全部看完还爱的才是真爱粉啊。 这张可以说是纯素银了,而且是在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拍摄的。 脸上还有痘痘斑点,非常的接地气。 这样的肖战你还觉得帅气吗? 这张是在拍摄未全策划的后台拍摄的。 小镇拿着手机自拍的,基本上没什么滤镜,这样的颜值可还行。 经典的发型,瘦削的脸庞,这回也是在酒店的自拍。 看上去比较清新自然的生活照,有没有未无限的感觉呢? 这张纯素颜的肖战,看上去乖巧可爱,好似林家哥哥的感觉。 可以看出皮肤状态是很好的,和妆感下的肖战差别不大,是不是天生励志呢? 脸型极其瘦削,眼睛很大,是肖战的一大特点。 只是随手一张自拍。 没有美颜滤镜,这样的肖战你觉得好看吗? 直接对屏幕的小脸你可能接受? 这样专注的目光看向你,你能承受的了吗? 来自有钱哥哥的自拍,看上去俏皮可爱,有几分未无限的影子。 现实生活中的肖战也是呆萌的小可爱一枚。 难怪在陈情令中演得那么出色。 原来是本色出演。 捕捉到一只戴帽子的小可爱,这个眼神,莫非是黑化了。 穿着休闲随意,一身居家打扮也是帅气可爱。 这样的肖战真的很接地气,毫无明星架子。 你喜欢吗? 戴帽子的肖战,帽子遮住了发型。 颜值也大打折扣。 都说男星的颜值三分颜,值七分打扮,还有九十分靠发型,果然是不假。 基本上没有男星可以驾驭寸头了。 即使肖战也不行。 看完这几张肖战的生活照,你有没有感觉男神幻灭?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支持他?